明星 女星吕依 吕依从出道一直到现在有了16年的时间 以前的时候还出现过一些电视剧作品 但是竟然连在娱乐圈 几乎是没有什么关于她的消息 甚至是有人都遗忘了她 虽然人气不高 但吕依从史剧中都没有放弃过自己 反而是越错越有 没有人找自己拍戏的话 那么就自己当导演拍戏也是一样的 于是如今的吕依沦落 成为了一名网红 在一些小视频平台上十分的活跃 经常会晒出自己的作品 但令人觉得唏嘘的是 很多人看了她的作品都会点赞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吕依是一个明星 做很多作品中 有一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那就是吕依拍摄了一个自己 扮演女强人的小视频 当时是她在车上看到有一个老奶奶 因为情而发愁 得知老奶奶的处境之后 吕依扮演的女强人就少钱去帮忙 为了维护住老奶奶的自尊心 所以吕依选择以合作的形式 找老奶奶买东西 随后就开着车走了 在这一个时间不长的小视频中 展现出了吕依优秀的演技 看来没人找她拍戏 还真是浪费人才 不过在娱乐圈 吕依的人员还算是不错 她有一个好闺蜜就是唐嫣 两人时不时就会聚在一起玩耍 小姐妹感情也是特别的好 不过感情归感情 事业归事业 吕依和唐嫣 在娱乐圈的地位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呢 不知道作为看客的你 看了吕依的表现之后 会不会觉得 她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呢 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点评 本文书才来自于网络